歡迎收看全民瘋子吧 我是小編熊子 我是海莉 歡迎收看小編出任務 今天我們要試的是 Mercedes-Benz的B-Class 它有兩個編程 分別是B180 它售價是163萬起 我們今天要試駕的這個是B200 它的售價是180萬起 那其實B-Class是 台灣新世代NGCC小車中 第二代的車款 那未來還會有GLA GLB車款加入 那我覺得在NGCC的世代中 新的車款是非常豐富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好了 因為聽說這次外觀啊 變得比較運動年輕 我第一印象 我覺得這整台車看起來很像一個 白饅頭 白饅頭 它已經年輕化了 年輕化的饅頭 可是它還是一個比較低調的車款 我覺得在車陣中 你可能不太會去看到說 它的一些運動流線 它就是一個比較低調的白饅頭 大家覺得我形容的貼不貼切 真的很像啊 但是在車頭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它的車燈 LED車燈呢 它有做一個拉長型的感覺 就是更流線的感覺 對 而且它的水箱護照 它是雙架式水箱護照 當然如果觀眾朋友 你們喜歡那種單架式的 鑽石型水箱護照的話 是一個選配的 不過我是覺得 以我來講我覺得不需要 它已經夠年輕 那如果要選擇AMG Line的話 我覺得也不會為它加分太多 先跟各位觀眾講一下 就是這次的這台B200 是一張白紙 怎麼說 它就是一張門票 對 就是你花180萬購入這個B200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今天試駕的車款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選配 那我們也會說我們覺得 可以選配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不是標配可惜的選配配備 那再來我們就看一下輪圈的部分 第一眼我看到這個輪圈 我覺得比較低調 就一個十幅式的輪圈 搭配它這個車款其實是符合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白饅頭 比較低調的感覺 我是覺得過於陽春 對 那它的尺寸是2055 R17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車側這邊 好像有一個地方你滿喜歡的是不是 我覺得它這個車側 有一個鍍鉻的飾條 就很明顯 就是一個一大亮點 我覺得可以增加它的運動感 我覺得它是會讓那個整體的窗戶 比較明顯放大的那種感覺 那其實比較可惜的部分就是 因為這台車它的Keyless GO不是標配 而是必須選配的 所以你必須進出車門 都按這個鑰匙來去進出 而且我個人認為比較可惜的部分就是 它的後照鏡竟然沒有在鎖門的時候自動收折 這個是我會滿在意的一個點 但是它一樣是有電動收折的後照鏡 車尾的部分呢我覺得跟車頭是有呼應到 而且可以看到下面其實有一些金屬的飾條啊 跟那個雙粗的飾管 尾飾管的部分 尾飾管 它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它有想要增添一種運動感在裡面 想要往年輕族群靠攏的感覺 然後還有就是這種分件式的尾燈 我覺得比上一代的那種粗壯式的尾燈 看起來真的是年輕許多 那吸引箱開啟的方式是電磁閥開啟 那如果你有選配Keyless GO Hands Free套件的話 其實你可以是把鑰匙帶在身上用腳踢的方式 你也可以選擇電動尾門的選配 那也就是腳開啟之後電動尾門升起 我覺得超方便 如果你手都是充滿了一些雜物的話 但是就如我們剛剛說的 它就是一個空白紙 對 什麼都沒有選配 那我們來看一下行李箱空間好了 我第一眼我覺得它這個行李箱很平整 尤其它這個沒有門檻 如果我要放東西的話 我覺得不會到很吃力 這個離地高度不到65公分 我覺得搬上來說真的不會到很吃力 因為我覺得少了這個檻差很多 而且我知道這台車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空間需求的話 它其實是支援424的椅背分離傾倒 對 它424的椅背傾倒 它的公升數可以來到1540公升 那如果沒有傾倒的時候 就只有455公升 我覺得以這個級距的車子來講 是滿夠用的 那我跟你講 其實它還有一個密招 你說這個行李箱有什麼密招 就是如果你真的覺得 它的高度就差那麼一咪咪 它的這個棧板還可以往下 你看 它多了一個7公分的深度 它是有設計一個卡榫耶 對啊 它就是有一個可辨識的 這種棧板的空間 是7公分嗎 我來量一下 對 兩截指頭 你說中指嗎 兩截中指 兩截中指 不過我平常可能還是會選擇 用一個比較這個門檻比較平整的方式 就是剛剛那樣 是真的有需要我才會往下潛 了解 對 因為畢竟你這個平整的 你還是覺得會比較方便 對啊 你就可以直接推進去 對啊 我覺得比較省力 一進來 你有覺得很前衛的造型嗎 有 你有沒有覺得跟它的外型 其實有一點不太大 有一點 就是這裡很前衛很運動 就是這邊是很高調的 然後外觀卻是有點 差點低調一點那種感覺 這個是7吋的數位儀表板 那這個是10.25吋的多媒體螢幕 對 那如果你要選配的話 這個也可以選配跟它一樣大的10.25吋 就是兩個10.25吋嗎 對啊 就是兩個都一樣大 但我覺得其實7吋跟10.25吋 看起來你也不會覺得說大小不一樣 所以比例其實是蠻協調的 而且它中間這個10.25吋的多媒體儀表板 它其實是搭配它的MBUX系統 那你知道賓氏他們家的MBUX系統 跟有另一個叫Mercedes Me 有什麼差別嗎 因為很多人都會分不清楚 這兩個東西的差別 第一個呢 MBUX 其實它是搭載在車內的一個多媒體系統 你有沒有聽過說 每次我們那個開車會說 嘿 賓氏 有 就可以喚醒它 請這一台車幫你做一些 可能功能的調整 冷氣調冷一點這一些 對 但因為我們剛剛喚醒了好幾次 也失敗了好幾次 我覺得喚醒這部分要加油 然後另一個是Mercedes Me 它是一個APP 在手機裡 其實剛剛我有玩了一下這個APP 它可以基本的看到說 你車子的狀況 還有包含一些比較便捷的功能 像是說 它可以直接有快捷鍵 致電給服務的人員 或是你可以直接看到說 最近的經銷商地點 所以可能你有一些零件要更換這一些 那我有一點我很喜歡 是我自己騎電動機車 我會很喜歡開那個APP 去看我上一次行駛的東西 行駛的路程 或是去記錄一些 它這個也有耶 對啊對啊 它可以幫你記錄說你的油耗啊 跟你以行駛的距離這一些 那接下來下面我們看到這出風口啊 它是渦輪葉片 它是三個可以分別的去 對啊它可以做獨立 而且我覺得手感還滿順的 還不錯 它有一個卡卡感覺 對啊 很像那個切水果那個 就是快速切水果刀你知道嗎 飛機渦輪這麼帥氣的東西 被你講成這麼廉價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 哪裡廉價 這就是我們男女生來看一個東西的觀點的不同 大家覺得比較像哪一個 往下看往下看 它標配的是單區恆溫空調 所以如果你要雙區的話 要選配 要選配 然後接下來就往下看 它看到一個很深很深的置物空間 我覺得這不錯 這個超深的 對啊 它其實是可以選配無線充電板 無線充電板 這樣很好啊 對我來說我可能就不會想要選擇無線充電板 為什麼 因為你看這個是什麼 Type-C接頭 對 可以連接Apple Car 因為這台車標配Apple CarPlay跟Android Auto 所以我就是直接插上去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充電 因為我超喜歡用Apple CarPlay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副坐的人 副駕駛坐的人 也想充電但沒帶線 是不是方便度 我覺得還是有無線充電板會更方便 我覺得無線充電板是現在的趨勢 尤其可能有人有Android手機 不同手機 然後接頭又不一樣 我覺得直接無線充電板是趨勢 對 我自己我一定要選Pay 喔 了解 接下來看 後面有兩個杯架 它就是有一個可以夾緊的功能 就如果你用的是比較小的瓶子 就不用用到這麼大 我剛剛沒發現耶 真的喔 它還可以兩邊分段去調整耶 對啊 那後面 後面這個觸控面板 我剛剛有試完了一下 然後你可以用一根手指頭 就輕鬆的用 然後你有感覺到它有一個 小小的反饋的感覺 可以讓你很明確的知道說 你要切換到哪個功能 然後你要讓哪個功能去運作 而且它這樣按下去 也不會到要很用力 所以一根手指頭就可以操作 我覺得我滿喜歡的 尤其它旁邊的這個按鈕都很大顆 你不會怕說按到別的東西 整個一團亂 所以我對於中間這個介面的設置 我是滿喜歡的 確實在這邊看起來是滿直覺的 那我們回到方向盤好了 那這個是三幅式的方向盤 我覺得它整體的造型滿前衛的 右邊的話這邊有一個觸控 你這樣輕輕摸 它雖然不像你這個 有一個很好的回饋 反饋 可是它還是有聲音 讓你知道說有滑道有滑道 對 那這邊就是可以操控MVUX的系統 然後下面是音量大小聲 藍牙電話的接聽 那左邊的話呢 是可以操控這個數位儀表板 你看它可以換成不同模式 像這個是一般的時速 然後轉速 然後一些節能的 或是耗油量之類的 如果我有選配導航 它可能導航就會在上面 所以可以從這邊就設定 不是 是可以看 比較直覺 然後接下來的話再講椅子 椅子的話它是八項電動調整 我這邊啦 我這邊 但你那邊沒有 就沒有 對 然後它還有大腿的延伸 對啊 我覺得有這個很重要 這個有延伸可以支撐的話 是非常舒服的 對女神來講 就是因為我們那種長腿辣妹 自己說 辣結 沒有我們現在說什麼辣結 我覺得 那個大腿有支撐真的差很多 就是我們真的長途腳要伸直的時候 真的很舒適 不然你要一直這樣懸空 不管你小腿然後那個腳踝都會有一個壓力在 對 滿不舒服的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坐在後面來 坐在後座 前面是我標準駕駛桌子 我是身高172公分 我覺得我坐在駕駛桌後面這邊 我覺得空間是滿夠的 膝部空間 這樣看起來我甚至還可以翹個腳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就是它這次換成NF-A2的底盤 所以它在車長軸距車寬都有增加 像我剛剛坐在後面我也有兩 然後我西部空間大概是兩個拳頭 兩個拳頭 頭部空間也是兩個拳頭 我也差不多 對啊 我覺得頭部空間是滿夠的 我168公分來看 我覺得頭部空間很夠 甚至到185的人都還不會頂到頭 剛剛這樣坐起來我覺得 其實整個後座的感覺是不錯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大腿支撐的這邊 不夠支撐 因為它這次的椅面其實它的角度 是有做一個比較大的角度的調整 然後雖然它的大腿延伸有做出來 有 是看得出來他們有做了一塊 可是椅面沒有那麼凹陷 所以會讓你覺得大腿的支撐沒有這麼足夠 就比較平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它這一塊的用處 我覺得幫助沒有到那麼大 對啊 可是我覺得整體的空間好像算是滿舒適的 我覺得是滿舒適的 你看它那個沒有後座出風口 對啊 它是要選配的 這要選配 你真的沒有後座出風口 對啊 那麼後座就像我2013了 中間這個除了沒有後座出風口之外 有一個優點我要承載 就是這邊 它有一個收納的小小的空間 它有兩個Type-C的插孔 兩個 而且是五福特的 還不錯耶 就是它也有照顧到後面的人 可能有一些手機充電 或是其他電器充電的需求 因為現在人手一機的情況 真的 真的是每個人都需要送電 真的很需要 今天試駕的是Mercedes-Benz的B200 它搭載的是一具 疑點式升渦輪ZR的引擎 最大馬力是163P 最大扭力是25.5公斤米 因為它要配上這個 7速雙離合器的自首排變速箱 而且它的換檔速度真的很快 有我剛才有聽到你一直驚呼 我還是雙離合器 對啊而且它剛剛以為是我在換檔 對 我換檔我可能會比較保守 我可能會盡量讓它保留在高轉速 就可能進檔退檔的速度不會這麼快 可是它雙離合器自己進檔退檔的話 速度算是滿快的 就是我進彎一減速它就退檔 那一出去它覺得加速度夠了 它就會馬上進檔 那進彎前馬上又再退檔 就是一個胖胖然後就嗯嗯嗯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聰明感受得出來 你剛剛是滿開心的在過這幾個彎 是滿開心的啊 但是我在乘坐上我覺得 剛剛你在比較激烈的操駕的時候 我就是有一點慌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家庭取向的車子 它的懸吊系統是採用前脈化成後扭力量 因為它為了創造出比較良好的車室空間 對所以這一類的車型就是 就是採用這樣子的懸吊設計 我剛剛沒有提到就是 因為它這次的坐姿 比上一代調整的往上提高了11公分 像我其實一坐上來我就覺得 欸這個坐姿怎麼那麼高 對那我要調到最低還沒有辦法 因為我通常都會坐比較低一點 對我有發現你的坐很低 但其實我覺得這樣啊 我剛剛乘坐不管駕駛啊 或是我在副駕駛坐的時候 我覺得視野非常好 也減少了許多死角 整個空間表現啊 或是你整個視野表現都不錯 是這樣 因為它這台就是 使用取向的車啊 對 那這台的安全配備呢 其實這一台B200啊 它是有很多安全配備 是要另外選配的 但我就針對 它原本標配的這些安全配備 跟大家說明 像是它有一個 預防碰撞的輔助系統 還有那種移動的行人偵測系統 你有沒有用過 我沒有 沒有用過 我當然不敢用 你不敢用 能不要讓它作用 誰想讓它作用 但我覺得有這個系統 有這個功能啊 輔助功能真的是不錯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弄小巷子 然後旁邊不是都會有停車啊 然後小朋友都會比較矮 突然衝出來真的很可怕 那倒是 覺得有這個輔助系統 真的是滿實用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賓士它的一個 Preset的這個輔助功能 它這個Preset輔助功能啊 它就是會去預測說 你可能在駕駛的時候 可能即將發生那種碰撞的意外 它去做一些預防 像是它其中有一個是 它想說 快要碰撞了 它會把你的那個座椅的姿勢啊 去弄到一個是防潛的位置 然後同時它會關閉 天窗跟這個窗戶 讓這一些傷害可以降到最低 還有一個很特別 它是針對你的耳朵做一個保護 它是發出一個像聲波的東西 讓你的耳膜跟耳骨間的連結 發生變化 去降低說 你可能碰撞之後 有那種耳膜破掉 甚至是聽覺喪失的 這一些意外發生 其實去年在A-Class進來的時候 所有那種NGCC旗下的小車 都將這些安全配備 還有就是把原本搭載在S-Class那種 23P的那種旗艦的智慧型輔助套件 都可以下放到這種NGCC車款來做選配 對啊那我自己的話是非常喜歡用那些輔助套件 我每天就是跨線式再來回跑 所以我就覺得說如果我直接配備 我在通勤的途中我就覺得非常輕鬆 那你覺得這台車有什麼優勢 它的優勢 我覺得這台車的優勢就是我後座的行李箱空間滿大的 因為這台車的定位就是一些小家庭 爸爸媽媽可能帶小朋友出去外面露營 甚至一些戶外活動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帶一些可能桌子椅子甚至帳 我覺得這個收納或是倉鼠的需求 這台車的空間是夠的 我覺得它的優勢在這 那你覺得呢 我覺得它的優勢就是在於說它內裝的豪華感 就是它的外觀雖然盡量像年輕化去靠容 對可是相較於外觀的改變啊 內裝的改變還是比較吸引我們這種水素的人 那缺點的部分呢 畢竟這台車它的單價售價也是180萬7萬 然後加上你有一些選配加一加 其實多數你買起來可能也要到200萬 我就會希望說我如果200萬買起來 我其實至少安全配備 主動安全配備至少給我多一點嘛 就不要我要什麼還要加錢 這邊就覺得有點可惜 對沒有錯 因為我覺得主動安全配備其實是 現在人買車啊 的區域 對它就是大家越來越看主動安全配備的部分 那我是覺得啊 因為今天不知道是不是這台車的問題啊 就是在擋風玻璃的附近 一直傳出一個 的共鳴聲 我有聽到 我有聽到 不代表每一台B-Class都是這個樣子 也有可能說這台車稍微回廠去弄一下 可能是扣距啊沒有扣好之類的 可能一下子就完了 但是因為我今天是試駕這台車 我就以這台車我所遇到的狀況來跟各位分享 對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後座的部分啊 那個中央隆起太高 因為畢竟這一台車還是以家庭需求 所以我覺得小孩長大之後 後面如果坐三個人 其實是真的不太方便 而且這台車的定位真的是滿特殊的 因為它目前我這邊想到的啊 就除了B&W的2AT之外啊 我想到跟它一樣 車型啊就是Nissan的Libina 可是在豪華品牌裡面可能就比較沒那麼多 它當然不是競爭對手啊對啊 那只是覺得說這個車型其實很實用耶 而且這台B-Class的競爭性其實也非常夠 對因為我覺得它在整體上的操控來講 我覺得是滿足夠的 當然你真的要熱血它熱血不起來 但是實用性的話它確實是沒有對不起這兩個字 你說冰是兩個字 不是實用這兩個字 我以為OK了解 好我們今天的影片都在這裡啊 謝謝大家的收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是熊子 要記得按讚我的粉絲團還有IG 我是海莉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有你是吧 有 叫請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